列王记下 第一章 列王记者对提斯比人以利亚说 你起来 去迎着撒玛利亚王的使者对他们说 你们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耶和华如此说 你避不下你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以利亚就去了 使者回来见王 王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回来呢 使者回答说 有一个人迎着我们来对我们说 你们回去见差你们来的王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吗 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王问他们说 迎着你们来告诉你们这话的是怎样的人 回答说 他身穿毛衣 腰束皮带 王说 这必是提斯比人以利亚 于是王差遣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 去见以利亚 他就上到以利亚那里 以利亚正坐在山顶上 五十夫长对他说 神人哪 王吩咐你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于是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二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见以利亚 五十夫长对以利亚说 神人哪 王吩咐你快快下来 以利亚回答说 我若是神人 愿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你和你那五十人 于是 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五十夫长和他那五十人 王第三次差遣一个五十夫长 带领五十人去 这五十夫长上去双膝跪在以利亚面前 哀求他 说 神人哪 愿我的性命和你这五十个仆人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已经有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前两次来的五十夫长和他们各自带的五十人 现在愿我的性命在你眼前看为宝贵 耶和华的使者对以利亚说 你同着他下去 不要怕他 以利亚就起来 同着他下去见王 对王说 耶和华如此说 你差人去问以格伦神巴利西卜 岂因以色列中没有神可以求问吗 所以你避不下所上的床 必定要死 亚哈谢果然死了 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 因他没有儿子 他兄弟约兰接续他做王 正在犹大王约沙法的儿子约兰第二年 亚哈谢其余所行的事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纪上 是死人的了很少人 但是你以为杀害不及是杀害不及伤我 因此你能否定是瘋之的 我们参与了等了地图到